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 武将单挑比比皆是 但在正史三国志中记载的武将单挑 其实屈指可数 其中最著名的 莫过于孙吴奠基者孙策 和孙吴大将太史词早期的单挑了 而太史词也因为这场极具戏剧性的单挑 知名度大涨 甚至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孙吴第一猛将 大众印象中 大众印象中曹魏有吴子梁将 蜀汉由民间流传的吴虎上将 出处都可以追溯到三国志的列传形式 如果参照三国志 江东孙吴其实也能推举出十二虎臣 但奇怪的是 赫赫有名的太史词却不在其中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的真实能力到底如何呢 太史词自子义 籍贯青州东来郡 根据后续世纪推测 太史词应当出身寒门 缺乏豪祖子弟的资源和人脉 然而他至存高远 少年时便好学文武接通 长大后身长七尺七寸 美虚然 特别擅长射箭 箭无虚发 二十一岁时出世 担任负责替郡中向上级奏报的奏曹使 弱贯之际就被本郡征辟 在东来郡实属一等一的人才 太史词可谓十分励志 东来郡太守和青州刺史闹矛盾 双方理论不清 趋值对错 便争相向朝廷上奏 请求裁断 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奏章先到的人便能占据主动 周刺史的奏章先派人送走 郡太守担心自己落了下风 就寻找能说会道 而且身体强壮 能够高强度赶路的人 替自己送奏章去朝廷 太史词有文武双全的名声 被选中替郡太守办事 替上官进京 是莫大的荣耀和信赖 从这里可以看出 太史词当时在东来郡 已经小有名气 这和后来孙策称太史词 为青州名士的说法 也相吻合 太史词领命后 昼夜艰行 赶到青石洛阳 找到专门递交公文的地方时 恰好看到给周刺史 送奏章的使者也在排队 于是就问对方 周刺史的奏章在哪里 并声称可以帮忙检查 递交时的提数 古代奏章的规制 有着严格的要求 周刺史的使者 不清楚太史词的身份 但看太史词气度不凡 不像普通人 就一言而行 结果太史词随后就从怀里 抽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子 把周刺史的奏章划成几节 成功破坏了对手的行动 等到周刺史再派人送奏章 朝廷早就根据太史词 提前送达的俊太守奏章 判定周刺史有过错 太史词因为这件事情出了名 却引来了周刺史的愤恨 他担心受到迫害 就渡海跑到辽东躲避 如此结果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但他依然坚持为俊太守完成任务 可见在他的心中 自身的安危前途 远远比不上一诺千金的义气重要 太史子义仍如其名 太史词在辽东待了六年 青州北海国籍贯的名士 丙渊刘正等人 也因为躲避肆虐州郡的黄金军 在辽东避难 辽东太守公孙杜厌恶刘正 不但把他全家都拘捕了 还想杀了他 刘正跑到丙渊家躲避 丙渊冒险藏了他一个多月 与此同时 青州局势发生变化 优州军阀公孙赞将势力延伸进青州 赶走了原本的青州刺史 任命自己的部下田凯当刺史 太史词不用担心再受迫害 于是准备回家 丙渊知道这个情况后 就委托太史词将刘正一起带回了青州 太史词在辽东避祸期间 留下母亲独自在家 太史词在青州的名气 早就引起了北海国相孔荣的注意 他觉得太史词是个人才 又同情太史词家里的情况 便经常接济太史词的母亲 太史词的母亲因此对孔荣感恩戴德 当时是出平四年 青州黄金军肆虐北海国 孔荣镇压黄金军 反而被黄金军将领管海击败 并被围困在都长 情况十分危急 太史词的母亲很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就让太史词去帮助孔荣 和其他自带不屈的豪族子弟不同 太史词只有一个人 即便再勇猛 面对成千上万的敌人 也无济于事 甚至有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 但他的母亲还是要求他去 为孔荣尽绵薄之力 有这样知恩图报的母亲 太史词会格外重义重情 也就不难理解了 虽千万人五亡矣 太史词孤身前往北海郡 又会有何种表现呢 太史词遵从母命 从辽东回来 只在家里待了三天 屁股都还没坐热 便赶赴赌场 随后趁夜潜入城内 见到孔荣 自告奉勇 要求带兵出战 即便孔荣看中太史词 也不可能让从未有过带兵 打仗经验的太史词临危上阵 而且黄金军势大 无法轻易击败 他思来想去 决定寻找外援 田凯入主青州时 正为公尊赞效力的刘备 也跟着田凯来到了青州 担任平原国相 平原国和北海国相距不远 如果刘备救援及时 孔荣就有脱困的希望 可是问题来了 突围九死一生 极为凶险 城内将士都不愿意当炮灰 替孔荣跑这一趟 都想坐享其成 这时候 太史词的特别之处 就体现出来了 他主动请英 表示愿意出城 既因勇气 也因报恩 孔荣不大了解太史词的能力 担心太史词难以做到 起初拒绝 太史词则明言自己 为母亲报恩之心 一定会拼死出城 孔荣见他意志坚决 这才答应 可是黄金军毕竟人多势众 直接突围 风险极大 有见于此 太史词选择一致取胜 第二天天刚亮 太史词饱餐一顿后装备骑整 背上剑囊拿弓上马 另有两名骑兵 一人拿一个剑靶紧随其后 开门直出 城外的黄金军 没想到会有人出来 十分惊骇 急忙加强防备 太史词骑马到城豪边 却不走了 吩咐两名骑兵 把剑靶插好 自己居然泰然自若 当着黄金军的面练习射箭 一来整个过程匪夷所思 黄金军摸不着头脑 不敢轻举妄动 二来 太史词骑着马又离城镜 追他也追不上 因此前前后后 黄金军都只是观望 太史词则将剑射完后 便骑上马回到城中 第三天清城 太史词又这样练习了一番 黄金军士兵 虽然还是有人戒备 但也有人躺卧在原地 不理睬了 戒备心慢慢松懈 到了第四天清城 太史词顾忌重施 黄金军士兵 基本没有人再戒备了 太史词抓住机会 突然纵马飞越豪沟 风驰电掣 冲进黄金军的阵地 等黄金军士兵发掘上当 想要阻拦 太史词当即拉弓 不断回身射击追赶的士兵 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 居然能做到剑无虚发 追兵应闲而倒 黄金军虽然人多 但措手不及 又震慑于太史词的剑法 最终只能眼看着太史词 突围而去 老实说啊 老全在看到史书上的 这番描述时 实在感到离奇 很难以置信 但是回过头想 也只有为常人之不能为 做出足够离奇的壮举 才有资格被寄入流传千古的史书中呀 太史词突出重围后 快马加鞭抵达平原向刘备求救 恳请刘备相救 太史词担心刘备会议和孔荣 没有交情而推脱 于是先特别声明 自己和孔荣也非清非故 为其效力只是慕其名 报其恩 然后又说明孔荣孤穷无援 危在旦夕的情况 最后恭维刘备 一向有人意之名 更能救人疾难 因此孔荣才期盼得到刘备的帮助 这一番话很有层次和水平 一是表明孔荣仁德 值得相助 二是表明自己和孔荣也没有什么交情 用倩义勇为的行动来堵住刘备的嘴 使刘备难以拒绝 既给足了刘备面子 又让刘备拉不下面子 显示出太史词并非单纯的武夫 而是谋略和口才俱佳 也难怪当年郡太守会派他去送奏章 果然刘备听了太史词的一席话 深受感动 也深受震撼 叹息身为大明氏的孔荣 居然认识自己这样卑微的人 备受鼓舞 随即凑出三千兵马 跟着太史词返回都昌 救援孔荣 黄金军看到援军到来 解除包围退走 孔荣获救 非常感激太史词 和太史词结为忘年之交 太史词通过救援孔荣的举动 寄替母亲报恩 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名声 后世常有人惋惜 刘备错失了将太史词 收为挤用的机会 但事实上 当时的刘备并没有机会 收服太史词 首先两人只有一面之缘 彼此并不了解 从太史词的个性看 他本人恪守如道 行为处事遵循规矩 哪怕会遭遇危险 也不轻易背离正道 而且年少陈明 郊游圈多为文人名士 选择的主公和援助的对象 也多是当时有威望地位的大人物 刘备本身性格更偏向青霞 早期追随左右的 要么也是青霞少年 要么是罪犯 要么是部落游民 整体看像个帮派 做事风格也多反复无常 显然不是太史词理想中的主公 其次刘备当时还是公尊赞的小弟 自身实力有限 名声还没有太史词打 各方面条件都不能像成大事的人 太史词至存高远 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 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 也不会跟着刘备 刘备前期收服人才 主要依靠类似江湖义气的情谊 他和太史词没有情谊 自然留不住太史词 事实上也是如此 太史词连孔荣都没有选择 而是在帮助完孔荣后 就南下去了扬州 动机是去探望 已经数年没见的刘游 刘游是汉室宗亲 时任扬州刺史 为封疆大吏 太史词能以探望之名找到刘游 可见郊游圈的高端 也足以证明 他最主要的身份 其实是以儒道经学为主的名士 而非武将 只是因为自身武力实在太突出 才给后世造成是武将的错觉 当时袁树的部将孙策 正带兵攻略江东 和刘游交战如火如荼 太史词是个重情义的人 就留下来帮助刘游 刘游的部下建议刘游 任命太史词为将军 但刘游认为 自己如果立刻重用太史词 将会受到名士许少的嘲笑 因此只让太史词 敢负责巡逻侦查的小差事 太史词既然能去探望刘游 说明两人私交不错 而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刘游有所顾忌 许少曾主持《月旦评》 点评天下人物 非常出名 被许少表扬的人 能够瞬间声名确起 而被许少批评的人 则大有可能成为世人笑柄 许少出身汝南郡 平于许氏 在当时的名望 仅次于汝南元氏和洪农阳氏 但他对任人为亲的举动 非常鄙视 反感家族给自己带来的政治资本 拒绝过类似的真辟和拉拢 后来投奔徐州刺史陶谦 即便陶谦对他非常礼遇 他还是疯狂吐槽陶谦的用人能力 可见他在对用人能力的评价上 非常挑剔 刘游出身高贵 注重明节 既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手下无人可用 也不想落下任人为亲的口识 辱莫名声 所以并未急于重用太史词 太史词倒也没有怨言 哪怕身为儒氏 却和当初帮助郡太守和孔荣时 儒出一辙 被当成重逢县镇的武夫 他也没有怨言 依然默默提供帮助 可没想到阴差阳错 这个临时的巡逻职务 却让他和孙策相遇了 当时太史词在一个叫做神庭的地方巡逻 恰好和野来巡逻的孙策遭遇 孙策本来带着其余13名将领一起出行 其中不少后来位居江东的十二虎城 都是硬查 不过当时或许因为马快 孙策独自在前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 太史词身边也只有一员小将 狭路相逢 他决定抓住机会干掉孙策 两人近身搏斗 孙策夺了太史词插在背上的手挤 太史词抢了孙策的头盔 互有输赢 这场搏斗并没有持续多久 孙策方的人马很快跟上来了 双方都摸不清楚对方的体系 不敢贸然交战 各自回营 孙策人多却不敢追击 虽然太史词也没取胜 但可见他表现出的无勇 足以让孙策方面感受到压力 太史词虽然有能力 但在刘游手下 毕竟时间短地位低 无法改变战争大势 刘游最终在一系列战斗后 被孙策彻底击败 逃亡豫章军 太史词并没有抛弃日泊西山的刘游 而是继续相助 跑到吴湖附近的山中 借着刘游的名义 自称丹阳太守 表示出对孙策占据 江东三军的不认可 而后又转移到 尚未被孙策征服的京县 以西地带屯兵立斧 招揽了大量山岳 孙策亲自带兵攻打太史词 太史词实力弱 被击败情祸 虽然和太史词曾经生死互搏 但孙策为人豁达 爱惜太史词的才能 亲手为太史词松绑 并开玩笑问 如果当初在神庭 被太史词抓住 会被如何对待 太史词回答不好说 孙策大笑 认为太史词实诚坦荡 立即任命太史词 为门下都 视为知己者死 孙策不计前嫌 对自己为以重振 太史词心悦诚服 从此为孙策效力 刘游逃往御章不久后就去世了 他手下一万多兵马 无所依从 本来想依附御章太守华欣 可华欣迂府 认为没有朝廷许可 不能擅自收容他们 这些刘游旧部苦守几个月 华欣还是不愿意接收 让他们自己解散 孙策得知此事后 立刻让太史词 前去安抚收编这些人 同时顺便侦查御章的情况 当时太史词归附不久 而且同样是流游旧部 孙策麾下其他将领 表示质疑 认为太史词会一去不返 甚至带着流游旧部 再度反抗孙策 但孙策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坚信太史词不会背叛自己 太史词临走前 孙策问他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完成任务并返回 太史词回答不超过60天 最后果然如期返回 不光带回一匹人马 还带回有关豫章的情报 孙策信任太史词 一方面是基于太史词 以往的表现 一方面也是在和太史词 相处过程中的判断 而太史词也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确忠义首诺 孙策根据太史词收集的情报 摸清楚了豫章郡的底细 便派人前往豫章 劝降华星 华星不战而降 如果没有太史词相助 刘游旧部显然不会被轻易驯服 甚至有可能和山岳河流 造成长期霍乱 而孙策也无法兵不血刃 便得到预章 江东之地山岳众多 从东汉一直到三国时期 都非常活跃 是江东孙氏的心腹大患 孙策时期 江东因战争不断而混乱 山岳更为伤绝 四处攻击劫略 孙策连杀山岳豪强无数 仍然不能平息 太史词多次跟随孙策评山岳 一次跟随孙策攻打马屯 保屯等地的山岳 当时孙策兵临山岳的据点 有山岳士兵站在屯墙楼上 一手支着楼柱 一手指着楼下的孙策辱骂 太史词掌弓搭剑 一箭射穿这人执着的那只手 牢牢钉在柱子上 以精湛的射数为服敌我 他的射数在历史上 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只可谓正是上三国第一神射手 孙策平定江东 镇压山岳之外 最大的敌人是荆州牧刘表 刘表不但是孙策的杀父仇人 而且占据江东上游 对孙策构成巨大威胁 孙策曾在北面进攻击破 刘表治下的江夏郡 刘表则派速称猛将的侄子刘盘 以及后来成为蜀汉后将军的黄忠 驻守长沙郡幽县 在南面不断出兵骚扰江东 孙策为防御刘盘黄忠的清袭 将海昏建昌两县分为六个县 任命太史词为建昌都尉 统辖六县 都领辖区内的军队 专门对付刘盘黄忠 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 刘盘黄忠骚扰清袭江东的具体势力 也没有太史词应对的势力 但从结果上看 自太史词驻守海昏后 刘盘黄忠再也没有前来骚扰清袭 可见太史词的能力 孙策死后孙权继位 十分认可太史词的能力 继续让他同管防御南方的军物 从直权上看 类似于方面主帅 和陈朴周瑜等元老素将类似 太史词的名声远扬 连在中原快速发展的曹操 也久闻其名 想将太史词招揽过来 这在曹操生平履历中 是极为少见的 曹操专门写了封信给太史词 信封里却空无一字 装着几根当归 太史词是北方人 曹操以此暗示他 应当回归北方 当然 以太史词的性格 自然不会有任何动摇 建安十一年年仅四十一岁的 太史词去世 临死前凯然长叹 壮志未愁身先死 对志向高远的他来说 的确是最大的遗憾 陈寿写三国志时 将陈浦 黄盖等十二名武将 合在一个传记里 并在评论里指出 这十二名将领 是为孙吴立业 做出巨大贡献的虎臣 所以才有十二虎臣的说法 太史词没在十二虎臣名单之内 原因只有一个 即去世太早 他的功劳 主要是在孙策创业初期 为占领巩固江东六郡 立下汉马功劳 中后期都没能参与 过早去世 使他没有机会 出现在东吴建国过程中 遇到的主要对手曹魏 和蜀汉的主战场上 这些战场绵延的时间 对手的强大 战斗的惨烈 都不是孙策时期能够比拟的 因此 太史词的综合能力 也许在十二虎臣之上 但其所建立的功勋 对东吴的建国和稳固延续贡献 确实没有十二虎臣那么辉煌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在有限的生命中 展现出的能力和气度 已经足以让他被很多人视作 江东第一大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